县长为民股为求稳定粮价 确保农民收益 21日邀及农粮署乡镇市农会及工粮业者 在皮头乡立图书馆召开 将划线一起到座收购会议 同时宣布农粮署已同意比照云嘉南剩余的稻谷 将以每百台金930元的价格收购这个好消息 因为我们政务官可以说是 政地外的民质最大最大的官 所以在这里也要拜托大家 我们要捍卫农民的权益 我们不能比别人要稀罕 别人要多少我们就多少 所以官长直接给您拜托 政策已经定下来就是这个价格 这拜托大家配合一下 也跟我们这些农民选团一下 选到这个地方 要不要划得快 不要说这样 不够这个標準而已 大家就划得快 划得快就算 这样损失也是我们农民朋友 我们农民朋友 县府呼吁农民要配合政府政策 不要过度慌张 相关问题可以向县府农业处 或是中央农粮署 民意代表等相关单位反映 若因豪雨受灾可申请现金救助 收益一样有保障 请农民不用担心 切勿抢割 等稻谷成熟再收获最有利 公益频道徐世昌 皮头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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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